来 惠珠姐 如果现在才有觉悟 想到投入理财行列的熟灵朋友 尤其是领到退休金 就放在银行那边 又没有利息 然后每年的通膨率 还这样两到三趴 心里会挤 坐吃山空 吃老本 那这个时候要投资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其实我觉得投资理财 永远都不嫌晚 像我有个朋友 他到四十五岁的时候 他其实也没有做过投资 但有一天他在看那个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的时候 他儿子刚好跑进来 后来他儿子问他说 爸爸你在看什么 他就说他在看这本书 然后他儿子问他一个问题说 那你是富爸爸还是穷爸爸 他一下子被问傻了 所以他心里想说 他绝对不要当穷爸爸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开始把他的两三百万 就开始投入股市 然后他其实如果是熟灵朋友 大家都会觉得说 股市风险很大 其实股市说风险很大 是因为会有追涨沙跌 或是贪婪恐惧才会这样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的 你像刚刚超级爸爸讲说 你是纯骨的 你自己其实你就会累积 你久而久之 你就会体会到那种 富利的效益 我以我自己为例好了 买到对的公司 不要跟着什么抢帽子 买啊卖啊买啊卖啊 就是每年稳定的分红 都比银行好 其实我2018年4月 我领到退休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 我当然要当退休人士了嘛 所以我不可能有太多的社会资源 那我的这笔退休金 我要怎么做呢 我不可能把它放在银行 因为银行利息很低嘛 我自己念财务我也不可能 那我想我要做什么呢 那我只好想买台湾最棒的公司 叫台积电 可是在这个之前 我从来不买台积电 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 找到一个标的比台积电好的 所以以前我会自作聪明 但是我领了那退休金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要保本的 所以我就要放在 台湾最好的公司 其实我那时候 我投台积电 人家都觉得那个股价还是很高 那时候是225 但是其实过了两年多 如果加上它的配息之外 我的因为台积电到 最近大概四百三十几块嘛 它其实我已经获利一倍了 就说其实才两年多 那你想想这个我投资报酬率 比什么劳退基金 或是比去买什么基金都要好 所以我其实蛮建议观众朋友 尤其我也建议篤林哥 其实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有闲钱 我就觉得你可以买 其实台积电它为了 因为它的先进制程 已经领先它的对手太多 所以未来三到五年 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那现在只是说你介入的那个 你买到成本的问题 那有些人会觉得 现在股价很高 但是其实你随时 你都会觉得那股价很高 那你就是慢慢地 比如说一个月买一张 那比较没有钱的朋友 因为现在也开放 盘中可以交易零股 零股你看今天四百三十五 你一股只要四百三十五块 你十股就四千多块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财务状况 你就慢慢存 那你九楼 你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朋友 因为其实像台湾有一些 像0050或是0050是 它不只台积电 它还有很多股票 如果你怕担押台积电太危险 那0050它其实是一篮子的股票 或是你可以买的0056 这种高股息的 因为很多外资来台湾 它就是因为台湾的 这个股息收益很好 像我自己以前 我小孩子的教育基金 那时候我就去找台湾 有一家公司 我给他算一下 他其实老板很正派 可是他每年的配息 他大概都有7% 那比你放定存要好 那我就是 就是把那个教育金放在那里 可是后来这家公司 他可能做到苹果了 所以他又爆发了 所以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30块 他现在的股价 我后来卖掉的时候是120块 所以就是说其实 你不要忽略这种 股票趋势的力量 所以我还是真的蛮力推 如果你喜欢半导体 你就买台积电 你如果喜欢不敢单压一字 就买0050 你如果喜欢高股息 就买0056 那至于基金 基金就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看你喜欢哪样的趋势 你可以去挑一个积极 超跑吧 我们熟灵的朋友 退休金怎么办 在口袋里一直烧 很着急 睡不着觉怎么办 比如说假设他的退休 假设领到 比如说三百万 三百万未来还要过 很久的时间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 我就会建议他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年纪如果略涨 就不要去做 比较高风险的操作 但是假设你现在是60岁 你三百万 然后你要靠所谓的 即便是以7%的投资报酬率 去一年来讲的话 其实你还是觉得不够用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你的金额 相对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会比较建议是说 不要因为自己的年龄偏高 就放弃了学习的机会 如果你还需要 为你的未来的退休生活 打造一个比较让你舒服的环境来讲的话 必要的这种投资跟操作 你真的必须要去做执行 把这种所谓的该做的功课先学好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年纪这么大 我那个对于风险不太敢再去操作 但是你愿意付出时间去学习 你会知道说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它的风险相对于你未来的报酬 可能是报酬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做功课 还是一样的